四川良善西昌的琼海美丽辽阔 而且有着不少神秘的传说 你有了解过吗 大家好,我是梦游得水 以前发过春末夏初的琼海 后来又拍过一次秋季的琼海 借此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琼海虽名海,但其实是个湖 它是四川省第二大淡水湖 古称琼尺 形成于距今大约180万年前 因琼都已在沿岸繁衍生息而得名 琼海的面积挺大 其形状如蜗牛,南北长约11.5公里 东西宽约5.5公里 水域面积大约30平方公里左右 琼海这个湖有时候让我觉得有点神秘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关于琼海的记载不少 有的还带点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 它的面积大,水深 所以我总会幻想 这水下会有些什么呢 南中志有云 琼渡县东南树里有琼河 纵广20里 深百余丈 多大鱼 长衣二丈 头特大 摇氏如带铁斧然 这种体型巨大 造型奇特的大鱼 是什么品种呢 而马可波罗行记中 爱积数琼海有珍珠无数 为大寒自御史 则命人采之 这些记载都让人不由浮相连篇 而过去曾经有段时间 还流传过一种说法 说琼海的水下淹没着一座古城 虽然这种说法 已经被专家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下 甘宝的《搜神记》 琼渡大蛇一文记载 琼渡县有一老玉 养一小青蛇 二者相依为名 小蛇长大后化为青龙 吞噬了作恶的穷都县岭 互发洪水淹没了县城 变成穷海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神话传说 破具神话色彩 不过据说西昌地区 曾广为流传过 紫铜县沉县与海的传说 故事情节与穷都大蛇 大同小异 只是从史料来看 西昌历史上从来没有设置过紫铜县 而且地质专家认为 穷海在百余万年前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这可能真的只是传说吧 人世间沧海桑田 在古老的时间洪流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存在过什么 我们所知甚少 一切全当故事来听即可 那我们说回现实 现在镜头中的是初秋的穷海 与我在初夏时节看到的相比 少了几分明媚热烈 多了几分柔和温婉 秋风呼起 西滩白 临落岸边 炉笛花 虽然刚刚只是初秋 天气也依然有点热 但笛花色色却让人感受到明显的秋意 这个视频中的镜头都是以前拍摄的 大部分在当时没有来得及发 而今年此时因为我在成都 暂时没有办法去到凉山州 不知道现在的穷海 是否又已经秋意见农了 整个穷海太大了 我所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每次来穷海 总喜欢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觉得这片水域的水非常干净 清澈见底 沙滩也挺漂亮 这片沙滩名为精灵沙滩 据说沙滩上的沙子 是当地从遥远的北海买来铺上的 个人觉得在这里很适合看日落 金色的阳光扑洒在湖面上 完美地诠释了精灵儿子 此时看湖光扇色 真的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我想以后有机会 再来看看冬天的穷海 不知道又是什么模样呢 感谢观看